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宫并邀请国会两党领袖紧急会商 美军的报复行动似乎已经建在弦上 然而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攻击行动 在最后一刻却被川普取消了 川普的这个决定比伊朗击落美国的无人机 更加令人感到震撼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军原理定在21日早晨对伊朗展开报复行动 目标锁定了伊朗的雷达和导弹阵地 而且战机已经升空 战舰也已经就位 但在最后一刻被川普叫停了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 川普解释说 在最后一刻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是为了避免发生悲剧 他在发动攻击前十分钟得知 此举可能造成150人死亡 因此决定撤销攻击领 川普说 美军损失一架无人机 而报复伊朗则可能导致150人死亡 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不过川普仍然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报复 依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而且同时还要追加对伊朗的制裁 川普认为 伊朗击落美国侦察机 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他又告诉记者 这可能是人为的错误所致 他说 我很难相信伊朗是故意的 只是 击落美军无人机的伊朗革命卫队 并不买川普的账 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伊朗击落美军全球英无人机的同时 美军还有一架 载有30多人的大型侦察机 与这架全球英无人机 同时出现在伊朗领空 但伊朗革命卫队决定 不击落那架 有人驾驶的侦察机 因为伊朗当局 不想有人员伤亡 这说明 伊朗革命卫队 击落美军无人机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而是一个精心选择的行动 显然 川普的说法 更像是 给自己找台阶下 全球英无人机 是美军的战略机 侦察装备 主要用于监测广大的战场区域 全球英无人机 正常任务飞行的高度 为18000米至20000米 大约是民航飞机的两倍 最大速度为每小时700多公里 可连续飞行几十个小时 全球英无人机 是目前世界上飞行时间最长 飞行距离最远 飞行高度最高的无人机 曾经创造了世界无人机领域的 多项最高记录 据报道 全球英无人机服役近20年来 纵横疆场 从未有过被击落的记录 即使遇到局部的冲突 总能全身而退 伊朗这次可谓是首开记录 伊朗宣称 他们是用伊朗自己生产的防空导弹系统 击落了这架无人机 但外界并不相信伊朗的这个说法 按照美国人的估计 伊朗可能是用俄罗斯提供的 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 击落了这架全球英无人机 但也有可能是 美军这次大意了 因为伊朗不敢攻击 他们的军用无人机 而且认为伊朗的防空导弹系统 性能都很差 因而飞行高度比较低 结果被击落了 实际上 全球英无人机目标大 飞行速度慢 如果在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内 很容易被击落 可以说 让美国人感到意外的 应该不是伊朗的防空系统的水平 而是伊朗人的胆量 今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0周年 也是美国和伊朗关系恶化的40年 这些年里伊朗已经多次冒犯过美国 但是美国始终都没有真正让伊朗得到教训 反倒是美国不断的受到伊朗的教训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要知道 伊朗和美国相比 不管是在经济实力上 还是在军事实力上 都处在绝对的劣势地位 特别是伊朗的军队装备水平 基本上还停留在两伊战争时期 假如美军采取军事行动 不管是从兵力上 还是武器装备上 美军都占据绝对优势 伊朗对美国强硬态度的背后 故人因为它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 也和依仗着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伊朗是波斯湾海域的主要国家 波斯湾水域周围 分布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石油生产国 而霍尔姆斯海峡 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输出的通道 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阿联酋 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 都非常依赖这个海上通道 一旦霍尔姆斯海峡被封锁 石油供应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对于世界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当然是美国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无论是伊朗的国力 还是伊朗的独特地理位置 这些都不是美国不敢军事攻击伊朗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年和伊朗军事实力不相上下的伊拉克 美军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就打进了巴格达 假如美国和伊朗发生全面战争 战争的胜负不会有什么悬念 但是战争的代价以及如何收场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可能才是美国政要们 不会轻易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问题的重要因素 毕竟伊朗是一个国土面积广大 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美国如果和伊朗发生全面战争 确实有赢了战争 却输了战略的危险 也就是说 美国目前没有理由和伊朗进行一场全面战争 也并不想和伊朗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 而这一点其实伊朗也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伊朗敢于不断叫板美国的根本原因 说起美国和伊朗的恩恩怨怨 还得追溯到40年前 40年前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由于美国接受伊朗前国王在美国治病 并拒绝了伊朗的遣返的要求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了 60多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 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当时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 斡旋失败之后 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无力解救人质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应找行动 这次解救人质行动 涉及到了美国的海军 海军陆战队 空军和陆军等多个军种 共有8架直升机 6架运输机 2架战略运输机 和大约300名军人参加了行动 在6架运输机当中 3架是特种作战飞机 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 可以对地面目标展开猛烈袭击 另外3架既可进行电子战 也可以被直升机进行加油 原计划 全部的军机从不同的地方秘密迁往 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200公里的 沙漠一号集结点去集结 在这里给直升机加油 然后负责军事行动的陆军特种部队队员 乘坐直升机飞离德黑兰附近隐蔽起来 到深夜 再由潜伏在伊朗的特工带领 秘密乘坐卡车 潜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 美军的另一支分队 采取行动 占领德黑兰附近的一座机场 解救人质行动得手之后 特种兵和人质在乘坐直升机 前往附近的机场 全部人员转称美军的战略运输机 离开伊朗 所有的直升机全部放弃 不料 应找行动开始后便厄运不断 由于恶劣的气候原因 八架直升机中有两架 先后发生故障 无法完成飞行 被迫掉头回家 一架直升机折击沙漠 只剩下五架能正常飞行 可这次行动 至少需要六架直升机才能完成 现场的指挥官认为 应该取消行动 于是总部下令放弃任务 全体返航 更不幸的是 在为直升机加油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架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起火的事故 八名军人因此而丧生 现场的指挥官担心 直升机不适应沙漠行动 为避免更大的风险 全体人员乘坐一架运输机回国 将几架直升机和一架受损的运输机 留在了伊朗的沙漠之中 这次行动的失败 除了生命的代价 还让美国颜面扫地 第二天 这个行动被伊朗发现 成为美国外交的大灾难 伊朗指责美国完全无视伊朗的领土主权 随意在伊朗境内策划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 虽成为两国后续数十年 深刻敌对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也为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埋下了种子 三年前的2016年1月 在伊朗又发生了一次 令美军蒙羞的事件 美国海军两艘 载有时任的小型巡逻艇 从科威特出发前往巴林 由于巡逻艇的导航系统 发生了机械故障 致使他们误入了伊朗领海 结果被占据绝对优势的伊朗革命卫队扣押 伊朗媒体随后公布了扣押美军巡逻艇时的画面 其中有美国大兵跪地爆头的镜头 这件事情让美国军方极为愤怒 但是却无可奈何 在和美国的对抗当中 伊朗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悬崖战术 来和美国叫板 国里有限的伊朗 其实并不想打仗 但他认定美国更不想打仗 对于伊朗来说 要么你美国不要招惹我 要么你美国把我打死 否则 我就会给你制造更大的麻烦 甚至不惜发动全面的攻击行动 问题就在于 美国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上来 就对伊朗展开全面战争 彻底打垮伊朗 而一般性的教训不仅不起作用 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 其实伊朗这种战术 恰当的叫法应该是滚刀肉战术 金三胖父子对付美国 其实也是这种策略 就在前天 6月22日 伊朗军方的一位高级发言人警告称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 胆敢向伊朗发射 哪怕一发子弹 都将遭到数倍力量给予的沉重打击 这位伊朗军方的高级发言人说 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寻求任何战争 但伊朗的敌人 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 所犯的任何错误 都无异于向一个火药桶开火 这将把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移为平地 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 非常精妙地解释了伊朗的滚刀肉战术 不过 这种滚刀肉战术奏效 是以对方的忍让和不愿意扩大事态 为前提条件的 假如赶上特殊情况 对方不再忍让 那就可能面临生死决战 比如水壶转上 破片牛二 想给羊智玩滚刀肉 结果 不耐烦纠缠的羊智 一刀 就把牛二给宰了 川普决定对伊朗 发起攻击进行报复 但在最后一刻 临时缩手 原因何在呢 CNN评论指出 川普在紧要关头展现出了 与平时作风迥异的自治 突进他面临上任以来 最棘手的选择 要战争还是和平呢 面对伊朗的滚刀肉战术 川普也有点棘手 川普不愿意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 是因为后果无法预料 除非川普准备和伊朗彻底摊牌 发动一响新的海湾战争 而川普在最初的竞选当中 就已经表明过 要避免卷入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不到万波得已 当然川普不会轻易卷入 新的海湾战争 但是对于川普来说 不论选择报复与否 都面临着巨大风险 在川普取消了对伊朗导弹设施 发起攻击之后 有议员认为这是个错误 这会削弱川普的威信 使他看起来软弱 应该说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键是会让对手产生错觉 因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这不仅对伊朗如此 对朝鲜更是如此 在和伊朗朝鲜这类对手打交道的问题上 你必须要知道他们的行为逻辑 你也必须按照他们的行为逻辑 来采取行动 这才可以震慑他们 从目前来看 美国面临的麻烦可能越来越大 最大的问题就是 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在相互的促进 如果美国连对伊朗都不敢动武 那金三胖就会更加有恃无恐 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美国无法解决朝鲜的去核问题 那伊朗很快也会发展出核武器 就这一点来看 川普这次没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很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